大家好,今天海外多家媒体报道,沙特拉伯与美国之间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6月9日到期 沙特选择不带续月 沙特现在可以灵活的以多种货币出售石油,其中包括人民币、欧元和日元 未来还会扩大 文章分析,业内人士称沙特此次选择不续签也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或发生重大转变 并推动各国放弃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 周四美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石油美元协议于上周日6月9日到期 过去50年建立的金融世界秩序正在向一种新的未知的模式过渡 石油美元一词描述了美元在世界市场作为原油交易货币的作用 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70年代初,1971年 当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不久达成一项协议 该协议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石油美元协议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达成的 最初的石油美元协议于1974年6月8日 由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沙特阿拉伯王子范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签署 该协议规定,沙特阿拉伯将完全以美元为其石油出口定价 并将其剩余的石油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 作为交换,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和保护 美元储备便由此锚定石油 这也是美元放弃金本位后具有战略意义的协议 石油美元协议有助于美元巩固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并为美国人开创一个繁荣的时代 因此享受着成为全球公司销售产品首选市场的好处 此外,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国债 支持了低利率,强劲的债券市场 这一切改变了因为沙特阿拉伯正在寻求超越美国的排他关系 沙特成为金砖国家集团最新成员之一 文章分析,尽管许多人指出 全球紧张局势升级和地缘政治忠诚的转变 是促使该席到期的原因 但随着世界转向替代能源 全球石油市场力量格局的变化 也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过去十年里,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的崛起逐步减少了世界对石油的依赖 甚至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发生变化 到2030年,沙特将一半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 并计划种植100亿棵树 作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更大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实施 80项公共和私营部门措施,投资1880亿美元 巴西和加拿大等新兴产业国的崛起 也影响了沙特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决定 这些国家挑战了中东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 分析表示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威胁被夸大了 但大多数人承认石油美元协议的到期有可能长期削弱美元 劲儿削弱美国金融市场 全球对美元需求的下降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更高的利率以及美国债券市场的提转 目前沙特王国仍然接受美元交换石油 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正试图改变这一点 尤其是中国 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尝试让沙特接受人民币购买石油 尽管沙特迄今没有做出改变 但他们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全球近80%的石油销售以美元计价 然而俄罗斯、伊朗、沙特、中国和其他国家 在能源贸易中越来越多的转向本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3年全球20%的石油以其他货币购买 根据国际经济学家的说法 如果世界各国大幅减少美元的使用 美国发行美元债务 赚取美元出口的能力将会减弱 美国经济将会萎缩 虽然目前以美元换石油的现状仍然有效 但石油美元协议的到期 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大转变 凸显了能源格局的变化和新兴经济体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报道称拜登政府即将与沙特达成一项条约 最鼓励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一部分 该条约承诺美国帮助捍卫沙特阿拉伯 这表明美国理解与沙特阿拉伯保持牢固关系的重要性 那么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 数周来广泛通报的 是更广泛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 该系还包括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 建立巴勒散国的步骤 以及结束加沙战争 这项被称为战略联盟协议的条约 要求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据美国和沙特关系书案 该条约草案大体上是以华盛顿与日本的共同安保条约为蓝本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 作为美国承诺在袭击中保护沙特阿拉伯的交换 该条约草案将允许华盛顿进入沙特领土和领空 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地区伙伴 美国的研究报告还表示 美国沙特石油美元协议的结束 可能对美元影响微乎其微 这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无论如何 可能将其石油支付的非美元货币兑换成美元 也就是最后他还是要把石油交易的一部分货币 最后还是要兑换成美元 那尽管经济国家的货币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采用 但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持 那他将无法达到与美元黄金比特币类似的采用水平 短期内双方都不会从协议中结束受益 因为他实际上只会使事情复杂化 从长远来看 这可能会使沙特阿拉伯减少美元的依赖 这取决于该国如何处理其非美元受益 那房屋草案 报告分析可能会在战略层面维持双民关系 但不会直接取代石油美元协议的经济方面 沙特的里亚尔与美元挂钩 这意味着沙特阿拉伯需要美元来支撑其本币 然而协议的结束可能对美元不利 因为沙特决定将这些非美元货币收益转换为其他资产 如黄金、比特币 将沙特的资产进一步分散到黄金或比特币上 可能有助于推高价格 尽管这取决于分散的程度 那美国沙特石油美元协议结束 象征意义标志未来经济和地缘政治将进一步分裂 那这也意味着石油等顶级能源资产的全球计价货币 不再仅以美元计算 而是为其他资产打开大门 考虑到比特币与能源公司的联系 以及日益数字化的全球经济中 比特币是市值最高的数字原生资产 比特币作为一种有待探索的资产是有意义的 那虽然金庄国家货币未来的细节尚不清楚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在金庄国家内部 我们正在努力塑造一种独立的支付系统 不受政治压力滥用和外部制裁干涉 一些人建议金庄国家货币 可由一篮子大宗商品支撑 黄金将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可能有利于金价 那美元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 需要数年的时间 在地缘正紧张加剧的情况下 从西方货币过度正在加速 对每个西方投资者来说 重要的是石油美元在石油销售中 正在被黄金可兑换的石油人民币合约所取代 相信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 就像俄罗斯一样很高兴接受黄金 而不是美元作为石油的贸易结算 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 他将在加入国际清算银行的支付系统 从而使石油美元系统 不再是唯一的能源支付系统 西医的终止将导致美国印制更多的债务 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这更像是一个长期的上升 这一变化的影响将在8到12月内呈现 结果是通货膨胀加剧 所有的东西价格都会飞涨 包括股票、比特币、房地产和黄金 中国国内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国内最新的报道引用了伦敦的新阿拉伯人的报道 只说有关沙特放弃石油美元的报道 看起来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 在文章的标题里 甚至对沙特放弃石油美元打上了谣言的标签 新阿拉伯人报认为 尽管美国和沙特曾在1974年采取会谈 结束利亚德主导的 包括对华盛顿在内的以色列盟友的石油禁运进行谈判 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项有效期50年的官方协议 经过大量的研究 石油美元协议的50年有效期纯属虚构 这是新阿拉伯人报的说法 石油美元存在 虽肯定存在协议 但这里提到的50年期有效 他们说确切到期日是2024年6月9号 伦敦方面的说法 新阿拉伯人报说 花了数小时找找各种资料 但是没有任何文件能证实有效期是50年 因此媒体上宣传沙特与美国之间石油美元协议到期 不会对沙特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人家签这个协议没有到期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想要证实上述沙特不续签石油协议的真假 最理想的渠道是沙特和美国方面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拿出文件 具体日期 但是现在看永远不可能 另一个方法是倒推 50年前的今天 1974年的6月8日那天发生什么 那这个报纸呢进行了倒推 那找到了50年前 相关的报道1974年的6月9号一张纽约时报的封面 封面版本 提到 当年6月8日美国与沙特确实签署一项范围广泛的军事和经济协议 双方均表示该协议预示着双方合作 日益紧密的时代到来 这是1974年的6月9日 纽约时报的头版 这是沙特与美国达成的首次次列协议 那美国的官员在评论时表示 他们希望新协议将激励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 并成为华盛顿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典范 该协议下美沙双方成立了两个经济委员会 在负责经济合作 其他负责沙特的军需 最初的石油美元协议是1974年6月8日 由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沙特王子伊本沙特签署 该协议规定沙特阿拉伯将完全以美元为其石油出口增加 并将其剩余的石油收入完全投资于美国国债 作为交换 美国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和保护 两者看上去似乎是确实能对的硬上 但问题是至少在正式的官方层面 当时的报道没有提及任何明确的石油要用美元结算 关键的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相关习议将到2024年6月9日到期 这个50年期限经过考证是不存在的 因为协议上面公开版本上没有提到50年 那为什么现在媒体要炒作50年到期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沙特与美国究竟有没有石油美元协议 市场人士一直争论不休 媒体倾向于认为 可能的私下里有着一份类似的蜜月 至少在正式场合这完全没有公开过 所谓的50年有效期 在本月之前几乎没有在任何媒体中提到过 所以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认为 这是某种炒色 我能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沙特拉伯 最大的石油买家 而且沙特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 仅次于俄罗斯 2023年就是去年 北京从沙特购买了8596万吨的石油 都是以美元结算 那么现在美国呢 它的美元特别是美元信用 现在出现了危机 特别美国现在大量的印钞 2022年的3月 那么俄罗斯方面的不友好国家货币 占比达到84.7% 但是今天2024年 这比例下降了5倍 降至17.8% 这不友好国家包括西方主要货币 其中主要就是美元 由俄罗斯方面已经开始 大量的使用非美元货币结算 卢布结算增加了3.5倍 人民币结算增加了15倍 而且普京最新的讲话已经提到 俄罗斯就是要大功能持有人币 未来俄罗斯就是要用人币来结算 欧亚经营联盟 90%以上的支付都以本国货币进行 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中 95%的交易是以人民币和卢布进行 那这也说明了 美国现在它在欧亚大陆推行 美国的美元霸权 对中国俄罗斯 还有这些金装国家进行制裁 最后导致金装国家不得不采用一种 规避的方法 那沙特阿拉伯 他现在呢 不管有没有这50年 但是现在来看沙特 他也在分散风险 就是沙特一方面的要和美国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他也要选择分散风险 不使用美元 或者是尽量的把美元风险降到最低 首先第一点啊 就是美国呢 过去是沙特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美元嘛 他要买沙特石油 现在呢 美国不是沙特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变成了 而且美国成了沙特最大的竞争者 美国的一岩油产量甚至超过沙特石油 就原来有我的买家 现在变成我的这个竞争对手了 那我还用竞争对手的货币来结算 对沙特来说 是风险巨大的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用美国来操作 而且美国呢 虽然有这个世界上的霸权 但是美国他现在在新兴国家崛起这个阶段 他整个的整体实力 实际上是下降 其实明眼都可以看出 从俄乌战争就可以看到 结合着十几个国家都打不过一个俄罗斯 那俄罗斯啊 那整个的经济崩溃 军事退化都已经30年了 苏联解体 到现在还是打不过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还是节节败退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特别是产油国都看到了 就是西方呢 他现在并没有想象中或传说中那么强大 所以他也需要分散这个风险 最主要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呢 还可以使用美元结算 为什么 因为中国和美元 中国制造和美元之间这种特殊关系 我之前说过一个逻辑啊 中国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 唯一两个能超过10万亿经济体的国家 你看这个第三名第四名被中国一二 一二名甩的多远 日本呢 德国 第三第四 那都是总量达到才达到3万亿 4万亿 中国和美国都超过12万亿 17万亿 都这种 就10万亿以上这种级别 那么也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世界呢 是由中国和美国来主导 这两大经济体来主导 为什么 因为中国和美元之间特殊关系 中国制造 其实就是美元的影子 美国 不断的印钞票 印了太多的钞票 那中国也必然增加产量 不然就被美元收割了 所以中国制造就是美元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中国和美元特殊关系 中国结算石油 当然也使用什么 也使用的是美元 所以实际上沙特选择和中国 使用人币结算也好 使用本币结算也好 黄金结算也好 本质上还是没有逃离美元 背后还是美元 所以这也是美国现在不着急 也不担心的原因 因为最后呢 中国制造 包括沙特的石油 还是要以美元挂钩 还是要和美元 形成一种互动 这样呢 实际上还是稳定了美元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非常嚣张 美元的汇率也是非常高 主要原因还是中国 沙特 这个世界主要的大宗商品 和美元这种特殊关系 你看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的财政部长访问中国 他很有信心的原因 也中国的金融方面 虽然贸易方面受到美国的打压 制裁限制 但金融方面美国是求着中国 和中国方面进行合作 金融方面合作很多 大家在一条船上 都在美国这个金融体系内 都在维护着整个的美元霸权 有人可能说中国为什么不放弃美元 这个不是中国放弃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套体系对中国有利 这套体系带动了中国经济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崩溃了 我说那些人都是狗屁 都是狗屁专家 都是一些什么美国花钱 搞了的一些 一些狗屁文章的人 一点经济都不懂 搞明白美国和中国之间这种特殊关系 美元和中国制造的关系 中国完蛋了 那第一个完蛋就是美元 美元首先崩溃 他们两个是影子 中国制造和美国美元是影子的关系 互为影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多人讲不清楚这个道理 我觉得我这个频道是第一个 把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关系讲清楚 你看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了石油美元 最后和中国结算 就算沙特从美国跟美国结算 转为跟中国结算 最后也逃不了美元 所以他也知道 你最后背后还是美元 为什么 因为中国没有放弃美元 听懂了吧 这个中国的中国制造和人民币背后就是美元 那我干嘛 我对吧 我干嘛直接放弃美元 所以沙特放弃美元 使用这个其他货币结算 我觉得这个消息 只对了一半 就这个有这个协议 确实这个协议有 而沙特方面确实想弱化 这个美元的结算 但是只对一半 为什么 因为沙特也没有傻到那种程度 他和美元作对 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是美元体系 他不可能和整个体系作对 而中国也是这个体系内的受益者 中国和美国都是受益者 为什么世界第一大经营体和第二大经营体 那小日本那么聪明 对吧 你看过去十年前 那日本人骄的样子 为什么现在像个孙子一样 他就干不过体系吗 他能干过美元体系吗 摁在地上把日本摩擦 把德国摩擦 欧元能干过美元吗 能干过体系吗 干不过呀 所以中国在这个体系内 谁能把中国怎么样呢 所以中国呢 水涨船高 一起的整个经济跟着美国一起 向前冲 日本啊 真的想把中国撕裂 想把中国经济干掉 他没有明白中国制造和美元这件关系 我这个是强大的美元的影子 你怎么干掉我呢 就凭你日元 凭你金国神社那帮傻逼 那帮老头天天念经 中国崩溃 中国崩溃 中国就崩溃了 他背后是体系 这都看不懂吗 特别是香港啊 台湾那帮傻逼 今天他妈吹什么中国崩溃 中国制造背后是强大的美元体系 中国也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环 你要把要把中国赶出这个体系 赶出体系首先美元崩溃 现在已经晚了 现在中美在这个体系只能狂奔 为什么 美国必须玩下去 这个游戏一停 美元崩溃 他必须继续玩 美国多大压力他都玩 印钞票嘛 继续玩 中国呢 必须跟你造多少钱 印多少钱 我造多少货 在全世界收割 你看看中美 你看看现在中国制造满天飞 昨天晚上欧洲杯开幕 对吧 你看那个中国制造广告 背后是什么 收割你嘛 收割全世界嘛 美元用一张纸收割你 中国呢 我麻烦点 我制造出的东西收割你 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在收割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被挤到角落去了 所以你这么就明白了沙特 他能放弃吗 他不可能 他离不开这个美元体系 那咱们话说回来啊 我说过 美国和中国现在打这个科技战 贸易战 美国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美国要做的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 因为按照现在这个中美的分工 共同收割这个世界 你好 我也好 那小日本拿中国都没办法 对吧 被挤到角落去了 现在人均GP都落后韩国了 日本真的真的碎了 日本 什么德国也是 不可能 他没在美元体内 中美两家一直往前走 但是中美又在竞争什么 老大的位置 那美国现在要拿住中国的高科技 特别芯片啊 其他一方面 不让你产业升级 你中国制造 你是工厂 那我防止你产业升级以后跳过我 不是我控制 跳过我以后 有个问题 就是美元霸权可能会被中国 夺走 就我中国不取代你美元 是你美元霸权加入我中国 就有点像当年清朝 征服了整个中国以后 最后清朝满族人 融入了到中华民族 是你征服了我 还是我征服了你呢 明白吧 美国最怕的 最后有一天 他看似是美元霸权 结果美元霸权被中国利用 用美元霸权征服世界了 结果这个美元霸权为中国服了 我说过那个例子啊 现在中国用这个美元霸权 和美国合作 但有一天产业升级 我还用你美元计算 但是那个美元呢 看似是你美国印的 但你美国只能去印钱了 而我中国呢 又往还用你美元 把你养的肥肥胖胖的 然后呢 天天也不工作 也不劳动 架空 每天就玩一张纸 变两张纸 那个金钱的游戏 去变魔术了 去变瘦了 华尔街就像一场秀似的 天天给大家表演魔术 去玩那些东西了 不生产了 不制造了 产业店 港口基建 全部由中国做 最后美国回过头一看 我天天在那表演 天天在那数这张纸 数到手头筋 结果中国人 把所有的资源 都空在自己手里 突然有一天 发现自己被架空了 那张纸 我中国可以明天宣布 那张纸我不接收了 美国就慌了 为什么 那张纸 它不能再影响中国了 美国对科技被中国超越 产链被中国夺走 它只剩下一张纸了 那张纸 美国 那张纸是美元 中国可以随时宣布 我换一张纸 换一张纸 那么美国那张纸 它就只剩下纸的功能了 要么擦屁股 要么擦嘴 美国这些富豪 他们每天玩的游戏 就不存在意义了 就让精神病院的一帮人 发一张白纸 天天数 那些纸就作废了 美国的经济呢 直接就塌房 所以美国最怕就是这个 中国夺走了产业链 供应链 夺走了科技 产业升级 所以它现在要阻止中国是这个 中国现在呢 是跟着美元一起 最后如果能把美元收 收复了美元 把美元变成我的工具 这是美国最害怕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人民币取代美元 用人民币取代美元 很复杂 其他国家认不认 那如果能够控制美元 甚至我产业升级以后 借美元的力量来控制世界 让你美国人天天就花天酒地 可以了 你喜欢玩什么 玩什么 玩华尔街金融 你的股价炒得越高越好 反正都是一张废纸 你炒高它 然后拿着美元到全世界挥霍 好漂亮 美国人就不干实体工作 就干那些虚拟的东西 就让它玩虚的 玩花里胡哨的东西 那美国的其他都被我中国 包括港口 基建 关键的矿产 技术 全让我中国拿到手 那时候我有实权 而你美国只是一个架子 那时候是不是借助了美元 我同样掌控世界 而且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是你美国去买单 美元去买单 跟我人民币没关系 我人民币 其他国家你是见不到的 现在最吊诡的 就是人民币在其他国家 世界第二大晶体的货币 其他国家见不到 你拿一张人民币你到波兰 你到欧洲 你说我换一下 他说这什么货币 我们没见过 第二大晶体的货币都没见过 为什么 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 它是非常神秘的 在咱们中国人看 人民币每天都见 但是在国外 人民币是非常神秘的 这都藏起来了 不是谁想拿我就拿我的 而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美元在国际市场 跟其他国家交易 那样的话 我把美国养的白白胖胖的 让你一直玩那种虚拟的游戏 玩的越高就好 特斯拉不是马上要分给马斯克500多亿 你分5000多亿才好 对吧 反正一张纸的游戏 你分的越多也好 你们去发展这种东西 虚拟的东西 实体我来做 科技技术 包括产业链供应链 我完全掌控 我来实体 我来最累的 你们来那最轻松的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中国和美元之间 这种合作 最后由中国来掌控 中国来操弄 那实际上中美都在获益 而真正实际上掌控这个世界的 确实是中国 而美国反过头来 回过头来 一看 我拿中国一点办法没有 芯片 中国自己造了 美国制裁中国什么呢 脱钩 脱钩吧 脱钩第二天美元崩 如果中国可以不使用你美元结算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全部 跟我是最大贸易伙伴 还必须买中国货 都必须用中国的指定货币结算 你说怎么办 这就美国现在不能跟中国脱钩 现在美国手里边还有一点啊 一点拿手的技术 包括芯片 包括一些科技 对中国封锁那些东西 这东西也被中国超越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一个道理 人民币不国际化 人民币在中国自己手里是一张王牌 我人民币安全 我戴个白手套用美元才全世界收割 出了事 把白手套一扔 跟着你美国一起坠落 坠落深渊 美国到时候美元 马大街都是 50万美元 像当年马克一样 买一个面包 跟我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人民币汇率坚挺 那时候全世界都得找一张纸 叫人民币 发现美元就是废纸 所以人民币你看 同样收割世界 不是人民币出去收割你 是美元出去收割你 而规避了风险 外国人没见过人民币 我告诉你 没见过 世界第二大经理货币 他没见过 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 整个世界最恐怖的事情 第二大经理在收割你们的 不用本国货币收割你们的 用made in china和美元收割你们的 而且中国现在世界第二大 你未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理体 你连世界第一大经理体的货币 你都没见过 一直用着美元 你不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恐怖吗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看懂了这个国际金融 你会发现 中国人要比犹太人聪明太多了 谁抛头露面呢 人币这么伟大 我们藏起来 后面这是秘密武器 保护好人币 美元消耗 反正那张纸 在美元体系内 你印多少 我接多少 你印多少 我这边工厂马上生产多少 产能过剩 你美元印钞机产能过剩 我这边中国工厂产能也过剩 你这就是经济 这是现在的全球霸权 两国家玩什么 美国在怕什么 你看到了 你再回头你看沙特 他能放弃吗 沙特他是最无奈的 看似是土豪 他说白了就是土地里边石油 他对点资产卖出去钱以后 那就是自己的未来 他没有技术 没有产业链的 甚连运石油的船队都没有 中国还有个中远 中国远洋运输船 沙特连船队都没有 都得靠外国公司 给把它油运出去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远洋船队 封锁你的时候 你自己的远洋船队能出航 把你东西运出去 把东西运回来 沙特连船队都没有 沙特那个国家 剩下这些钱 管好的资产 他能离开美元吗 中国和美国都在用着美元体系 沙特能和美元体系脱钩吗 我今天说句实话 你再看看沙特 所以这50年到期 沙特没有那么傻 他在向中国靠拢 他也知道 中国和美国这种博弈 没到摊牌的时候 但是所有手持美元的自己要想 我今天讲的一个道理 一旦中国有一天和美国摊牌 特别台问题 摊牌的时候 特别是在其他的 重大时间上 一旦中美摊牌 那中国未来不用美元计算 或者美国和中国真的脱钩了 那时候美元的价值 那时候美国和中国 这种特殊关系 财富是要转移的 没有中国的支撑 没有沙特的支撑 美元呢 在华尔街那自己 是吧 左脚踩右脚 升天了 最后还得掉下来 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警觉 寻找黄金 对吧 这种贵金属 来规避风险 但现在好在中美没有脱钩了 你看中美领导人 那握手 让沙特老爷们一下心就放下 我的妈 中国和美国没有翻脸 没有打起来 好 咱们这个资产保住了 继续持有万 美元吗 看懂了吧 为什么习近平和拜登 是吧 表面上俩人 谁看不上谁 但是还得去握手 给沙特那帮老爷们看的 你看到 美元的价格还是坚挺的 中美没有脱钩了 但中美还在竞争 美国人也想说 抓住战略制高点 不让你中国超越 这就需要中国人的努力 我把这个大致的思路 给你讲了一下 你也知道 现在中国和美国 在博弈什么 也是我一直强调 中国人得支持中国自己的产品 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 中国的产业升级 特别是芯片 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升级 产业升级 就可以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 那到时候中国就换一圈了 我到时候中国就不用你美元 你看你美国急不急 印出了海量的美元 像游泳池那么多 每个人头顶着 别人不用了 我的妈 那些美元去哪儿啊 当废纸回到美国 当这些废纸回到美国 那美国的美元 你手里在美国 那些华人 你们手里的美元 不变成废纸了吗 那还不如测纸呢 还不如超市测纸呢 海量的美元 从海外回来 别的国家不用了 怎么办 是有风险的美元 但现在看中美只要不脱钩 台湾不打仗 你那张纸还变不了测纸 优优独播剧场——'-